JCConf 2018 精彩議程 由Soft Leader 松林科技 保險核心系統 領導廠商 Oth 號召各路頂尖人才 攜手放眼亞太 LINE 拉近你我的距離 贊助為您播出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講者 大家可以叫我 Lawrence 也可以叫我陳嘉宏 我任職於 Intelwall 打看 我們公司做APP的廣告投放 然後今天是帶來給各位講題 There are good reasons for parentheses 其實就是講closure的括號 大家知道說在Java JVM上 有一種Lisp 它叫closure 是一種動態的語言 那今天來這個講題之前 其實之前就有Java社群說請我去講 然後每次要講closure 我就想了一大堆idea 就是什麼closure跟Java interoperation 然後例如說closure寫的那個什麼 Stream Processor 很棒啊 然後像今天早上第一場講的GrowVM 它可以加速closure 快非常多啊 然後那個closure它有那個immutable特性啊 它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Language啊 然後closure script還可以寫在前端啊 然後那個很厲害的Database叫什麼Datomic啊 它有很多很好的特性 然後這個想了很多不錯的題目 然後我發覺有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就是我發覺說其實大家都不喜歡用 這個只有客觀數據 因為好像是說使用Lisp的Programming 佔所有的比例大概佔0.7% 就是Lisp總是被大家不太喜歡 然後理由是不喜歡Parentheses 不喜歡括號 然後這個問題在哪裡呢 那時候我們要看一個漫畫 那個好像什麼XKCD的漫畫 就是說那個第一張圖 就是說那個每一代的城市設計師 都會重新發現Lisp 然後這個我們每一代的人 都會重新發現它的藝術 然後第三個最後一章就是二稿 新一大戰說 這個這是你爸的不是光劍 不是Parentheses 那為什麼要Lisp 因為其實對很多人來說它是一個問題 可是它真的不是問題 它是一個feature 那不喜歡它也許因為覺得括號很多 因為覺得說為什麼要用括號 為什麼我們就不能用正常的syntax 為什麼你就是一定要跟人家都不一樣 可是它就真的好啊 那我們就開始講它的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 它可以讓你做到IPL Driven Programming 那什麼叫IPL Driven Programming呢 好很想調查一下 有沒有誰來聽過的 聽過 手舉一根手指就好 就是真的有以前有聽過的 好我還是assume這是我們台灣人特性 就是大家都很害羞 也許應該是90%人都聽過 總之就是說 比如說這張圖是Lisp的程式 那它的IPL Driven就是說 當你把你的油標移到其中一個括號的時候 那你這個括號它對應的expression 例如說像中間你就看到一個什麼 例如說信號2n 好信號2n 那你例如說在emax 你可能是ctrlxctrl1 它就evaluate它 然後它就直接把它算出來 它就立刻 例如說n的值 如果前面已經定義好是2的時候 這時候它就會跑出一個4 然後它就會顯示在底下 那這個東西它有什麼特性 它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說你今天你在開發的時候 你想要知道你對還是錯 你不需要像tdd的做法 test driven programming一樣 先寫一個test 你直接在油標移來移去 就移到對應的括號 你就可以把值算出來了 所以這叫IPL Driven Programming 那這個IPL Driven Programming 20年前就有了 就是當Lisp它被發展出來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有了 那其他的語言 可不可以做到IPL Driven Programming 嚴格來說不是說不行 但是就是不順 為什麼 因為你既然有這些括號 你就可以劃定這個S Expression的邊界 什麼是S Expression的邊界 就是說例如說像這個信號2N 最中間那個float 右邊那個信號2N 它這個括號 每一個括號 它就是框住了一個S Expression 那如果各位有用emax 好 有用emax 平常有在用emax 舉一個人手指就好 好 應該是沒有人力 欸 有一個人舉手啊 好 那個其實在emax下 我有用過 那個你可以對JavaScript做類似的東西 可是我自己試的結果 我感覺還是整個不對 因為 因為 它也許可以出來 no for loop 它S Expression的邊界在哪 這有時候都要想一下 可是你在lisp裡面 你在lisp 你在closure裡面 你想要知道說 這個東西它算到哪裡結束 它的頭在哪裡 尾巴在哪裡 非常的清楚 所以 你在開發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有IPL Driven Programming 某種程度 它就已經可以替代掉TDD了 所以像那個closure的作者 那個Ritchie 他就是說 它的TDD都 coverage不會做到百分之百 然後其實 像我自己寫closure經驗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時候真的不太需要 因為你還是很清楚的知道說 這個function也沒有錯 因為其實 在某種意義來說 它還是撤過的 那第二個 好 第二個好處 也還是跟這個expression的邊界 有一點點關係的 就是跟測試有關 就是說 你在開發程式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做TDD 其中一個 你做test driven design 其中一個 優點說 你很快你就會發覺說 你必須要改進你的程式 讓你的程式是 你要應用依賴注入的技巧 你才可以讓這些依賴 可以從外部注入 然後這樣子 你一個每一個組件都是可以測試 你的程式才會有可測試性 但是你在寫closure的時候 某種程度 你可以忘掉 dependency injection 為什麼 因為它給了你一個很好的運算符 叫with redefine 就是說 你在with redefine 這個括號裡面寫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的symbol換掉 那這個東西叫什麼呢 這個東西我們先看下一頁 這邊有一本書 working effectively with legacy code 這本書的作者 他提了三個概念 他提了一個概念叫SIM 什麼叫SIM呢 就是說你在programming language裡面 你會有一些程式嘛 你不用直接改 例如說這邊有第五行到第十行 你可以不用改變第五行到第十行的任何程式嘛 可是你可以改變它的行為 那這樣子的程式嘛 它叫做SIM 那SIM有三種 preprocessing SIM after SIM 跟link SIM 那SIM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說例如說 preprocessing SIM 它在C語言 你可以用前置處理器 if define debug 然後你就可以把某些symbol重新定義掉 然後object SIM 其實就是dependency injection 你用dependency injection 你是不是可以把 例如說你的這個程式 你一個模組裡面 它用到database 然後你是不是就會有一個db 然後這個db從外部注入的 這個變速從外部注入的時候 你在測試的時候 你就把它換成你用來測試的 例如說一個sqlite 之後所有跟這個db相關的程式嘛 它的行為在測試環境下 它通通被改變了 好 如果當然依賴注入這個技巧 有的時候你在寫closure的時候 還是會運用到 例如說你使用mount這個library 可是如果你跟我一樣很懶 覺得說啊 為什麼還要再多想這一道 你就會考慮用用看 那麼preprocessing SIM 這個東西 為什麼它在其他語言不容易成立 在closure語言容易成立呢 還是回到s-expression 因為你有x-expression 你這個括號就很清楚可以限定這個邊界 那你今天把這個simbo重新定義以後 超出了這個邊界 它就回到原來意思 所以你東西都不會亂掉 好 再下一張 那第三個特性是什麼呢 這時候我們就要提到macro lisp macro跟C語言給你的macro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C語言的macro它只是讓你做自竄的變換 那lisp macro它給你的能力相當於compilerplugin 什麼叫compilerplugin呢 就是說各位可以去想像說 如果你的compiler它提供你的功能 你可以寫plugin進去 你就可以改變它的行為 那改變它的行為例如說 你決定在C語言裡面定義一種新的語法 叫for each 那你可以有幾種做法 第一種你去改寫C語言的compiler 第二種是說它如果compiler提供你一個plugin 然後你就把for each 它變成plugin把它寫進去 那你如果是寫lisp的時候 你用lisp macro它就可以做到compilerplugin的功能 就可以自訂自己想要用的語法 那其實這件事還蠻重要 為什麼因為其實當你的程式語言會跟 例如說在backend來講你會跟SQL要溝通 你在前端你要去操作HTML 你需要在你的程式語言去操作其他語言的時候 單純的用Stream來做操作 這通常都不是一個很好idea 比較好的idea是說像說ShitShop它提供你link queue 然後例如說像Reactor就是Facebook它提供你JSX 這個都是可以去減少一些不必要的錯誤 然後macro它可以讓你有更高的彈性 然後這個就是compilerplugin的功能 然後這件事剛才底下這句話 Reduce pattern in your program 在下面這本書 這個Hacker Repent 它就講到說如果當我在寫我程式的時候 我發現說我程式裡面有很多pattern 我都覺得說這是一個不好的signal 代表說我在使用一種不夠強大的語言 一種強大的語言應該要可以消除這些pattern 然後再來我們再繼續談到這個 你可以用macro定義語法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想像到說 剛才我講這個macro可以讓你自定語法 這比較是內部在用的 那有一本書叫Domain Driven Design 它是提到說如果說你今天你的application 你用了DSL DSL Domain Specific Language 然後DSL它剛好跟你要解決的這個問題 這個領域它的ubiquitous language是一致的 就是說你這個領域它就是比方說 它的領域專家就是用某種語言 然後你的DSL語法就跟它們用的很像 然後他們就會很容易使用你提供的這個application 然後這時候大家可以看到這張圖就是說 你的Domain Model是在最下面 然後你的DSL script透過DSL runtime去操作Domain Model 那這樣對你的領域專家來講 他會很想要用這個application 因為對它來說是最無負擔的 那LISP它給你什麼呢 就是說你使用closure的IPL 它就可以作為你的interpreter 所以你並不需要特別去寫一個interpreter 然後這個應用這個DSL作為ubiquitous language的pattern 我在很多的實作品有看到 那今天它如果是LISP家族的作品 例如說像Riemann 它就不會有一個什麼語法解析數 因為它直接用LISPIPL作為interpreter 那另外再講一個跟security有關 叫language security principle 那它有兩件很重要的事 第一個說你不要設計turing complete的language 這樣你的DSL容易造成injection這種問題 那第二個你永遠要先完成language recognition 再做processing 那什麼叫做language forward recognition呢 其實這個就是IPL的最重要 就是說IPL它第一個是read read就是說語法進來以後 會先變成deag structure 先全部變成deag structure再evaluate 這個就是可以做到 這就是language security principle在講的 然後最後這個已經是比較哲學性的 就是design concept的東西 然後有一本書叫人月神話 好它裡面提了一個概念叫做 你今天你要做任何的軟體系統 大型的系統 很重要一個東西叫做conceptual integrity 什麼叫conceptual integrity呢 就是說你的你設計這個東西 你不要太多的概念 你要用最好一兩個抽象的概念 你就要把東西做出來 然後翻成中文呢 就是界面要小 但是功能要多要強 然後像lisp的話 它每件每個東西都是list 然後sq的話什麼東西都是table 然後small talk的話什麼東西都是object 然後這個概念 我們用這個lisp去跟其他的語言來比較 其實剛才我講說everything is a list 這是直接引用網站上的 其實這個就是全部都是括號 你今天你在其他的語言你要做到syntax 你用各式各樣的syntax 然後還會有運算值的precedency 那這些你會有這麼多的語法 其實它都是界面 那這些這麼多的界面 其實它能夠提供的功能跟lisp只是用括號提供給你的功能 是一樣強的 嚴格說他們沒有辦法超越lisp 因為lisp可以提供你macro 可以提供你IPL driven programming 可以提供... 所以從這個觀點來講 就是說我們設計軟體 如果要追求界面小功能牆 在程式語言設計的這個層次 用括號應該是你可以得到最小的界面 你沒有辦法再想出... 應該很難再想出更小的界面 然後結論就是... There are good reasons for parenthesis 括號萬歲 好 謝謝各位 有沒有問題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一種sample 就是示範你剛才說的 用來處理DSL的一些sample code 這樣子的東西 Sample code的... 我今天沒有帶 但是像說... 以... 我可以列舉一些範例啦 像... 很常見的像HICCUP HICCUP 這個就是處理HTML的 然後它的... 寫起來的話 它就是說 你可能是寫... 像是... Array 像Map 然後它就會把你轉換成HTML 大概是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你... HTML它本質上 也是... 也是XML 那就是一大堆... 腳括號... 然後其實... 這個東西 你... 還是可以用... 很單純的Array 或Map 來表現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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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